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高压力盘开在所谓的万点行情 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会进行所谓的拉回修正 甚至做到一个所谓的震荡整理 这个地方拉回修正你千万要找买点 就像之前在这个地方 我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如果多方格局没有改变 拉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这个地方拉回我相信幅度并不会很大 今天是因为什么 电子股它没有做出一个领涨的一个动作 那行动股虽然有过高 虽然有过高 那你重点要放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重点在汽车族群 汽车族群比较强 但是你真的要低档去布局的 因为老师看法没有改变 你还是要注意到升级的族群 包含贵买指数目前为止 双底成型 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好的股票 那操作逻辑我们不会跟各位变来变去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操作 都是集中在所谓的低档区 目前为止开始转强的股票 包含三个面向 第一个基本面一定要好 在未来的营收它的成长性一定要好 那第二个位阶要在低档区出现落转强的讯号 第三个筹码 筹码的话三大法人 包含投资人 应该都要站在买方 这种股票买下去 你会比较安心 就像我们之前 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到 二十七色可乘 这张股票在当下就在最低点 当下就跌无可跌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说 老师它可乘在这个地方真的能够买吗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停损的动作 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停损的动作 但是我们却站在买方 当你买进了之后 你后面你看到了 这样股票在低档区 出现所谓的投资型的一个价值 出现所谓的成长性 看到筹码的部分 三大法人是站在买方 我们看到二十七色可乘 之前在低档区 如果说你有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你现在怎么样 应该都是大赚 那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二零四九上云也是一样 低档区出现所谓的头肩底 三线翻红 这个地方低档区就是各位赚钱 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只要买对股票 勇于做破断的 都有办法赚到钱 最近大涨的GIS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都是各位布局最好的机会 要积极的站在买方 那近期的股价 继四根涨停板之后再创波段新高 那现在一样有这个机会 那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举两档股票 来 今天看到三六九一的朔和 来 昨天涨嘛今天跌 股价看一下 是不是在低档区 好你自己判别一下 有没有出现落转强的讯号 产业结构有没有开始发生变化 三零八一的联雅 来也是一样 股价目前为止在低档区 该怎么样来看待 这是我们对于高价股 目前为止很多的股票 可能位阶上面有所不同 有些在高位阶的 千万不要去做出一个追 好 你看到像GIS 这个股价已经在高档区了 你就真的不要去追 高档的话上涨空间非常有限 GIS也是一样 上营也是一样 这涨多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追了 可曾外资虽然站在买方 但是我认为上涨 空间性应该不大 所以目前为止布局的方向 布局的方向 集中在所谓的低档区 转强的股票 那一鸣老师 之前在节目里面 讲到这档股票 六四三八 来 这档股票 叫逊德 他是做设备类的 PGP的 毛利率28% 盈利率7% 股东报酬率11% 第一期的EPS 1.1元 来 今天的股价 来 再创波段新高 有没有事先讲 我相信你长期看一秒是节目的 来 这档股票 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去做出个追价了 你认为意义上面 大不大 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涨 短线上面涨幅已经过大了 短线上面涨幅已经过大了 所以说你不应该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对不对 你应该在低档区 这个叫做低档区嘛 出现落转墙的讯号 包含你所看到的量的部分开始放大 出现所谓的关键K线里面 所谓的三线翻红 出现所谓的红三冰 这个时候的话 我相信啊 你后面就是这个地方买 这个地方买 后面就准备要等收割嘛 我们完全验证了 一秒是操作的一个理念 买GEO的好股票 这个财报在这边 基本的消息在这边 我也接受在低档区 抽马面干净 所以说你看到这档股票在今天 加圈只是回档的时候 这档股票还是能够创新高 我在当时候跟各位讲的说 有些股票股本小 只能做啦不能说啦 如果说你第一根掌踢板没有买到 你在隔天也应该还有机会啦 这个地方啊都可以买得到 你甚至在第二根 第二天你买不到了 你在这个地方平盘以下 平盘以下 你一样可以进场 做出买进的动作 因为股价 它在多头的格局里面 它会不断的创高嘛 之前的高点在这一天嘛 来到71块钱嘛 今天怎么样 再创波段新高嘛 所以说股票操作 第一个 三个方法 第一个 基本面选股 第二个位阶要够低 第三个落转墙的讯号 包含抽马面 那我们这档股票的基本面 我相信我讲的都非常清楚了 这个叫做 公司基本面的一个总览 你看的这个总览啊 你可以了解到一些数字啦 这些数字啊都是非常真实的去呈现 那你看到这些数字之后 你还要去注意一下 历年来它股票股息啊 配股的一个状态 包含营收 你看到现在的营收成长 那包含第二季到今年下半年 它的业绩成长性 还能不能够大幅成长 如果有的话 我认为股价在拉回的时候 一样可以找到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这个就是我们注重到 所谓的基本面来选股票 基本面来选股票 那这档股票你要注意到 政府目前为止啊 将所谓的印刷电路板啊 它已经纳入到所谓的智慧制造 所谓的推动的一个产业里面 当然就包含这档股票了 那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营收成长 在今天的股价的表现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那6533的金星科这档股票 来 目前为止上涨3.5元 它就是在所谓的整理形态 这个整理的形态的话 你要自己去判别一下 这个整理形态 不是往上走 就是往下走嘛 往下该怎么操作 往上该怎么样来操作 就像之前在高档区嘛 我不会带投资本去追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会在低档区 我认为这个地方 出现所谓的跌无可跌的讯号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出现所谓的投资型的价值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补量 这个量 补量上攻 所以说我们会做出个切入 我相信之前在节目里面 都跟各位持续的验证 这档股票了 那这档股票我相信 一鸣老师都有拿出证据来给你看 我相信操作上面一定要讲证据 操作上面一定要讲证据 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没有证据我们不会拿出来讲了 因为这个简讯的内容 如果说是虚伪造假的 这个要负法律的责任 当然你买到之后 也许你看到的这根掌停板 也许你看到的你也拿回家了 但是一鸣老师一定会恭喜你 但是我们今天要的不是一根掌停板也好 两根掌停板也好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大波段的一个利润 我们看来是产业的一个前景 当然短线上面可能会带领我的会员 就是先行的来帮各位 来做出个获利了结 有人认为说老师这个动作好像很low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这个是真实的买点跟卖点 一档100多块钱的股票 有价差18块了 就代表说你一张 你是有机会赚到多少钱 那你10张跟50张 你自己去做出个比较 我只有讲10张跟50张 50张看起来好像可以赚90万 它只是叫做累积获利 只是说把你的获利开始做出个累积 我在后面的行情 那只能做不能说了 那这张股票目前为止我说过了 以后后面的简讯内容 我不会再公布 这个地方就是走所谓的区间 这个地方有支撑 这个地方有压力 看量 量的部分的话 它是有机会 会去做出个技术面的一个判别 但是我还是有跟投资本人讲到 这个营收成长 包含这个股东的一个结构 包含它公布4月份的营收的一个内容 那要注意到这张字卡 我把重要的资料通通写在这边 现在先跟你讲 我们日后慢慢来验证 不是现在跟你验证 我们日后慢慢来验证 这张股票金星科 它未来 有没有机会成为标股 那我们公布的第一次的内容 我们后面就不会再公布了啦 但是你要注意到题材 这个题材告诉你啊 目前为止啊 它推出的64位元处理器啊 这个64位元啊 它是属于一个高阶的 自然毛利率的部分会比较高 你要注意到啊 后面有业绩 有题材的股票 目前为止啊 正在低档区啊 做到一个震荡整理啊 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啊 那当然目前为止啊 投资本如果说认同一鸣老师的 认为说现在大盘 现在大盘不宜去追高嘛 不宜去追高 那拉回的幅度又非常小 这个地方操作难度非常高 所以说我们后面要布局的 是在低档区的股票 是属于生计股 生计股目前为止低档区 它出现了长红棒 但是今天的话 它走势不如预期嘛 这个地方有拉回的机会 投资本你要不要上车 你要不要上车 所以说第二季的标马股啊 我在节目里面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两份资料 第二季的标马股 我们先看到第一份资料 它是针对高价股的部分 我先讲高价股的部分 我们不会去追 我们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都不会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我们一定会在低档区 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如果说你对于高价股 目前为止在低档区 这三档股票有兴趣的 指标股爆发股 跟所谓的波段股 在加权指数持续上涨的同时 这些股票 它是有机会做到个类股轮动 你有兴趣的 你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如果说你 目前为止你要做一个单股锁单的 那我们只有一档股票嘛 它叫单股锁单 生计股的啦 还没有发动 即将要发动 这种股票比较恐怖嘛 还没有发动 准备要发动的 这个礼拜会不会发动 机会非常大 这个机会就留在这边给你了 这个机会就留在这边给你了 我先讲 基本面没有改变 毛利率80% 盈利率接近30% 哇 现金股率去年的话 我看是10块钱 那股价在低档区 补量会上工 我先讲 那目前为止还没有涨 但是这个礼拜有机会发动 那今天 你愿意相信一米老师 认为说生计股会大涨的 买这种低档区布局的 它的危险性比较小 安全性比较高 有机会能够让各位反败为胜的 我们今天欢迎各位 好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来做出个索取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大头部 严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叶与风投 积极办法公司 扣示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步局 识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但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应有 并领域 股质股呈现 02 2781 0909 2781 0909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目前为止万点行情已经看到了 那后面的话该怎么操作 我相信先涨的股票 它在后面 它的动能会减缓 那目前为止在低档区的股票 包含贵买的 包含所谓的生计股 包含节能概念股 里面的太阳能也好 LED也好 那这些股票的话反而怎么样 它的位阶构低 位阶构低反而它的未来的展望性 应该会比较大 这是一秒是个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要提早布局 那我们之前操作过所谓的生计的族群 一样 你在低档区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你才会去做动作 比如说你看到顺耀 低档区出现补量上攻也好 出现所谓的三线翻红 就是要站在买方 日周月线黄金交叉 在低档区 我们简讯一定有发给 各位 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操作 这就属于一个低买高卖 那股价建高档之后 股价会拉回修正 修正的同时你在低档区 你又看到了什么样的讯号 你可以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包含内困三红 包含低档区的一个低档拇指 加上所谓的红K做突破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多方的讯号 但是你要等待一个时间转折 那目前为止时间转折应该 非常有机会在近期里面怎么样 来做出个发动 所以说我们会先行的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 讲了之后跟各位来做出个公开验证 但是不是说叫各位去做出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好的基本面的股票 它要等发动点 好的股票 它未来性会非常好 这是我们对于顺耀的这样股票的看法 那六四四六的药滑药 我们没有带各位去追 我先讲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去追的 这个地方也不是我们去追的 我们认为在低档区 我们认为在低档区出现停损量 我们认为在低档区出现所谓的落转强的讯号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才会带各位去做出出手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简讯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开操作的一个证据 新药的商机加上未来的营收 才会影响到所谓的生计的一个族群 药证的话目前为止在所谓的欧盟的国家里面 已经开始做出个认证的动作 这是第二档所谓的生计股 包含4174的浩鼎也是一样 浩鼎这样股票很奇怪 投资人在股价下跌的同时非常害怕 也怪不得说你们一定会怕 这股价从755块修正到226块 那这个修正幅度非常大 但是一秒是要你看的是这个 它叫做低档的拇指十字内困三宫 包含所谓上身三法 你从中间你一定会看到多方的讯号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站在买方 那小型股的操作目前为止 我们注重筹码面的一个研判 所以说我们在这档股票上面 这边分做两个部分 这个叫潜伏底 这个去让你判断这个形态 潜伏底一般的话不会去做出个介入 但是你看到这个部分叫整理洗盘 这个地方量的部分 多空已经开始要做出个交战了 所以说真的一个买点是应该出现在这一根红K棒 往后推往后推 你买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不见得抱得住 你不见得可以赚得到钱 这个趋势的一个判别 这一天应该就是绝佳的一个买点 来导播拉近 这个地方应该都买得到 没有错了我们先判断一下 应该都买得到 这股票就是一定要买得到 如果买不到你说 上去讲就没有用嘛 买得到吗 买得到啦 我们验证一下嘛 5月3号买得到吗 也应该买得到 也应该买得到 那后面的话连续的跳空 真的你要买到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少 我先讲 这张股票在创高了 但是有拉回 很多人去买股票很奇怪 这喜欢去追 早上开高 杀低 现在又拉起来了 目前回撤啊 这个跳空 这个跳空的位置区啊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该怎么样来判别嘛 也就是说低档去潜伏底啊 你没有注意到 可能你坐架 他这边坐得很高兴嘛 突然你卖掉之后突然就涨上去了 那如果冲动一点的人去那边追 结果怎么样 又杀下来了 这种股票操作的难度会比较高 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说你要掌握先机 就像我们之前啊 跟各位讲到的这档股票一样 它叫台新 台新的股价买在这个地方应该都赚钱了 买在所谓的供给点 这个叫供给点 也应该是赚钱 买在拉回修证 创新高 也是应该都是赚钱 但是你买在这个地方爆大量 这高档爆大量2000张 你现在看起来这大量 后面不见得 但是你短套一定有 但是这样股票目前为止 只要一波比一波高 我认为后面要大涨的机会 还是非常大 所以说目前为止有拉回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过前高 如果过前高会不会直接喷出去 先看到基本面 好来 看一下好了 这个营收可以吗 一到四月 成长性都非常大 所以说这种股票你在当下 你在低档区 你就要注意了 那我们有没有提醒一下投资朋友们 有了 来 这个地方 找盘在这个地方应该都买得到 应该都没有错了 都买得到 我最怕就是投资朋友们买不到 不会了 这个地方有大把的时间去买 但是我希望你中压嘛 你中压到后面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 到后面的持续大涨 这个涨停板老师有没有恭喜你 3月31号的有哦 来看一下 来 打拨拉近哦 老师有恭喜你哦 对不对 我这叫你持股续报哦 小型股的部分哦 那后面的简讯内容 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啊 因为会人的权益啦 至少我能够证明说 3月31号 一鸣老师叫你持股续报 一鸣老师叫你持股续报 4月5号这个简讯 4月5号一定有发简讯给你啦 来 公开跟你来做出一个验证啦 后面的操作我们就不会再公开了哦 那一鸣老师对太阳能的看法哦 没有改变哦 它分作两个区域 第一个 报价的部分 报价的部分 有没有止跌回稳的迹象 在所谓的财报 营收公布之后 利空出境了 包含近期以来啊 我们看到德国的部分啊 很多太阳能的公司啊 倒掉了 那对于国内的一个厂商 有没有影响 我相信新的政府 目前为止啊 上台已经快一年了嘛 它至少在太阳能的产业的部分 它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税的部分应该要减免嘛 所以说啊 我们看到这张国外是具有指标性质的意义嘛 它叫塑合啦 空单的部位也非常大 空单还有接近4000多张啦 卷子笔的话 七成啊 你要注意到啦 这个多空啊 交战啦 但是我们是选择啦 第一档区 我们会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这个布局的动作源自于我们对于太阳能啊 这个产业的一个熟悉度啦 来拉到掌停板哦 我们没有叫人家出啦 后面的一个简讯内容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讲 但是要注意到哦 很多家公司实行库藏股 库藏股就是对空方的一个宣战 对空方的一个宣战 政府在所谓的税收的部分 它是采取所谓的降税 这个降税啊 对于太阳能啊 它是长期的一个利多啦 绝对不是短期的哦 绝对不是短期 是长期以来的一个利多啦 那投资本目前为止的操作哦 我觉得啦 信心最重要 有没有信心 对台股有没有信心 这是第一个 要不要进场买进 或是卖出的动作 第二个 你们对于产业别 位阶的判断 这个非常重要 我认为升级类股就是首选 第一位阶的股票 就是我们现在要布局 最佳的一个时机点 所以说 如果说你想在第二季 开始赚钱的话 你一定要找到第二季的标马股 标马股一定在低档区 不会出现在高档区 这三档股票 都是属于高价股的一个低档区 好 我们就准备要开始 做出一个买性的一个动作了 当然单股所单 这个对于这档股票 一定要非常有把握 才能够单股所单嘛 好 我们就只有开放三个名额啦 如果说你对这档股票 你要单股所单的 我们会开放三个名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 我们会用电话 来做出个通知 但是今天这份资料 你可以把它拿回家 好 那对于我们操作有兴趣的 三合一 168 三合一 168 欢迎大家打掉进来 重要资料 欢迎各位来电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集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电达投资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贫乏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深吸大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未尽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2781-0909 阿胜啊 听说您买了新房子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吧 对啊 光是住址要变更 就得去建立所 健保局 国税局改资料 一想到就 一个头 两个大 面团肉 到户政事务所办理 变更住址姓名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或出生年月日后 请不吝点赞订阅